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这个是Kelly做的 原型在1-1 然后半径是3 你看做到有点小 然后他是套这个公式 没有错 原型的减1 然后减1就变加1了 对不对 这里是减1 这里是加1 减的是这个 减-1就变加1 然后3呢 取平方 这个公式是没有错 但是你们呢 Please啊 你们的那个 完全平方的展开 你必须要很熟练的 就是用钱平方减两个钱增后 加后平方 后平方 1的平方明明是1 这为什么变2了呢 OK 初心 你会认为是初心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那个公式 So 就归根究底呢 就是练习不够 真的练习不够 这个是很 很低级的一个错误了 所以在这边呢 就会变成 比较好的一个format呢 应该是全部放一边 你先写x平方 再写y平方 再写那个x 再写这个y 然后连常数也拉过来 所以是应该是减7 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题 小小的错误了 就是这个 2 你看1写成2 你的答案就错了 就这样 这个是三如的 来我们看一下 也是一样套公式 然后这里减2 这里是加3 然后完全平方 展开的时候呢 因为它不够位了 所以它展开的有点快 前平方x平方 对 减两个前乘后 就会得到减4x也对 然后 那个常数 它是224嘛 我不知道它 因为跳步 所以就看不太出来 常数是有4 这里是y平方 有 那两个前乘后呢 326y也对 然后呢339 所以最后你把这个9 拉过去呢 是40 你好像是拉过去 这一边嘛 对不对 所以49减9 得到40 40再减4 就会得到36 你应该是把这个变成减 然后你就拉过去变加 你要知道 它的常数应该是后平方 所以负也好 它都会变成负负得正 所以这个是正式来的 拉过去是减 就会得到36 OK 不过也是一样呢 我们最好把这个36 拉过来左边写 先写x平方 再写y平方 然后减4x 加6y 然后减36 这个数等于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比较prefer的那个写法了 OK 再来看看第三题 第二题 这些都是你们做的 圆星在00 经过这个点2-1 然后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要放1分之1 因为00是圆星吗 圆星到那个边边的距离 就是直接是半径了吗 除以2除非那个东西是直径 后面有一题是直径 直径就要除以1分之1 这个应该不是直径 这个就是半径来的 所以这边是2的平方加1的平方 理论上是这样的 2-0 1- 你可以讲说2-0 然后0-1就变成1 2的平方 2-4 1的平方是1 4加1等于5 所以是根号5 所以不用这个1分之1 不需要这个1分之1 也是一样 这里是-0-0 因为这个是它原型 然后根号5的平方是得到5 你可以写X平方加Y平方等于5 或者5拉过来写-5等于0 也行 所以这个是多出来1分之1 可能你以为说是直径 但是这个其实是半径来的 因为这个是原型 OK 再来第四题 这个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 原型在2-3 然后一样的题型 只是这一次是凯莉 这次是Vivian做 然后他是拿2-5 得到2加5 得到7 对不对 7-749 我们来写一下 7-749 OK 49 然后3-6是多少 3-6 你也可以用6-3的 因为是可以调转的 3-6是等于-3 -3哪平方是339 所以也就是加9 这个得到58 我不知道为什么开根号可以得到16 因为我开不到了 所以其实你只需要保留回根号56 根号56取平方 我们放回去的时候 放进那个公司的时候 我们是有R平方的 所以根号58 sorry不是58 56 讲错了 58 58哪平方呢 就会 根号58平方就会得到58 然后这个的写法来讲呢 你突然间后面才写这个-4x 可能你突然间才想起来 不过考试的时候 尽可能的把这个写一起 这样子老师才看得出来 这个是展开是得到这三项 所以我没有打错了 只是说建议说你把它拉前去 然后最主要是这一个半径的计算 不知道怎样来16 弄错了吧 OK 所以下面的值也是稍微的修改一下 应该是58-9-4 才写在这一边 不过最好的是拿去左边来写 OK 所以你这个是计算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Kelly的第四题 第四题呢 他因为他经过这两个点 然后这两个点连起来是直径 所以他先找原星 这个OK 就是他们的终点公式 8加2除以2等于5 -5减1呢 就会得到-6 -6除以2等于-3 这个原星找到了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因为你用的是这个两个点 所以你要除以2 这个对哦 这个对 但是啊 X的跟X的吗 所以是8减2啊 结果你去8加1 你去这两个跟这两个是错了 X的跟X的 Y的跟Y的 OK 所以这里做下来呢 他其实应该是8减2得到 6的平方 36 所以我可以按计算机 36 然后呢 5减1是等到4 然后4 4 4 16 加起来呢 就会得到52 52你除以4的话呢 他其实是13 也就是说 4你拉出去是得到2 就是4开根号是2 所以他是2跟号13 2跟号13 因为他后面有除以2 前面有除以2嘛 对不对 所以有除以2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了 那个2会跃掉 所以这个半径呢 其实是根号13 所以这边suppose要放根号13 还有啊 还记得刚才那个是多少吗 这个是5啊 结果去了这里变成3 OK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对吧 你上面写了5下面变成3 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初心的错误 好不好 OK 所以这个我要稍微的先讲一下 呃 Vivian的这一个我也要讲一下 你如果这个的方式呢 他是说他给的是那个 我们叫一般式 一般式如果要找原型跟半径的话 我们做法可以套公式 这个公式在这个课本的这一边 啊 你可以找出来什么是G 什么是F 什么是C 啊 因为他这样子的format 你可以直接找到 原型在-G-F的部分 然后呢 半径呢 是这个根号G平方加F平方的减息 所以如果你的公式没有背到的话 怎么办 我的建议呢 就是 哎 这里你突然间有错了 刚才好像没有 OK 呃 G是-3没有错 但是你的原型你要写出来 你就必须要写原型是 呃 负G就是 3 负F的话呢 就变成了负7 啊 所以这个原型应该是这样子 啊 然后呢 半径呢 就要套这个公式 OK 呃 339 7749 49 然后减C 然后减C C是C是50 不是看这个-50 是看50的 就是说你不要搬过去对面的 他没有搬的 你看他的那个format是 加C在左边的 全部在同一边的 你不要搬了过去 然后讲他是负 没有 他不是负的 OK 所以7749 呃 6636 哎 339 339 7749 然后呢 再减去这个50 所以他是8 所以8开根号 8开根号是2根号2 OK 2根号2 所以他R应该是2根号2 我check一下答案啊 呃 这个是2根号3负7 OK 再不然如果你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记得我教的时候呢 我就讲说做配方法 如果你是讲X的做配方法 Y的再做配方法 然后呢 剩余的 就会是他的那个半径 也是可以 所以看你们习惯哪一个方式 OK 先讲到这里 然后你们继续做 OK 所以这个是5B的 就是scaly啊 就是听了我刚才的讲法 so这个G啊 F啊 然后C啊 直接套公式 但是他套公式在这里呢 减息呢 没有注意啦 啊 他就放回 加1 啊 他其实是减息 所以是减1 所以这里有一个 加1减1的 看到吗 所以是约掉 所以2分之5的平方 在开根号呢 就是2分之5 啊 所以这个的半径是2分之5 然后这个是 呃 三如做到一半 不过我 我要建议 因为 写到有点辛苦 so 做法的大概 大家都会了 就是复1 复1 这个点带进去 然后呢 啊 三个点都带进去 得到了三个 方程式 然后是一元 呃 三元一次 联利方程组 那这个最快 这个是 如果是最偷懒的做法 我们是按计算机 按Mod 啊 按到这个 Equation出来的时候 按Equation 然后你是放3 Unknown Right A呢 很像说这个你是按 负2嘛 啊 B的这个也是负2 C的这个就是E D的这个 你 呃 你做错了啦 因为负1的 挂弧的平方 所以它是正的 啊 这里应该是正2 拉过去是负2 所以得到负2 第二个方程式呢 是负6 有点啊 那个字体不是很美啦 啊 10 然后C的系数是1 然后D是负34 然后再多一个呢 这个是2 这个是6 这是1 然后呢 这是负10 OK 他直接的告诉你 这一边就会得到啊 G是2 啊 这个是按机上级的 做法 然后这个是 F咯 这是第一个的是X 第二个呢 它会当作是Y 然后你这个情况呢 是 F是负2 然后你的C呢 就会是最后一个Z 然后他会把它当Z OK 所以你沿用这个 你再把它 那个方程式 写到一次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一个呢 是Kelly做的 非常完整 他连包括了 他甚至是用克兰姆来做 你可以看到用克兰姆 也是会相当麻烦的 最后呢 得出来的答案了 他讲不够危险 不过我帮他补了一G 就是他的那个方程式 只是把它套进去 而记得那个G跟F要乘以2 所以他其实那个 那个二分之十一 二分之三呢 那个分母呢 其实都没有掉了 所以是美美丽丽的一个方程式 OK 再来 我先讲到这里 OK pause一下 OK 所以第七题 你讲你不会啊 我们知道半径是9的话 他要找C 半径 如果你看这个公式啊 他是我们讲什么 G平方加F平方减C嘛 等于半径嘛 像半径是9 那个G是这里是 要除以2 所以他是负4的平方 对不对 10也除以2 等到5的平方减C 这样子的话 继续做下去会吧 sorry OK 第七题 其实你们也是可以在Gemboard那里看 我没有share screen 你应该也是可以看到 OK 这个也是我在想讲啊 X平方加Y平方减8X加10Y加C 那他的G呢 就会是负4了 他的F就会是5了 然后C就会是C了 然后半径如果是9的话 这个公式是半径来的吗 然后你就套进去 G放了放放放放完进去了之后 两边加平方展开一下 然后丢来丢去应该就找到C了 OK 所以前面那个X跟Y是拿来摆米的 基本上是 因为他这个是圆的format 所以只要你辨认得出来 他的那个半径是怎样找出来的话 其实X跟Y那些是不需要用的 OK OK啊 你继续做下去 那 Kelly的这个是 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 我们用Y2 我用4啦 4-1的完全平方 再加上6-2的完全平方 这样子办了吗 4-1是3 6-2是4 3-4呢 就会配5了 这个算出来就是5 就这样 OK 这个就是圆形跟圆形之间距离 所以刚才你找什么半径啦 找什么圆的直线的距离 这里都没有直线 OK 就这样罢了 第七题啊 这个是Vivian做的啊 刚才你要记得那个公式是半径等于根号G平方加F平方G平方G平方F平方加G平方减C 好 所以这个是减的 这个是减的 哦 刚才看漏了 这个是必须要是减的 然后呢 是等于R 所以如果它是根号 然后等于R 所以如果你把它变成加平方的话 你就变成81 你就要注意啦 这个根号就不需要再写了 因为你加了平方 OK 所以这边是441625259981 这一行应该是16加25减C等于81 换句话呢 这个C拉过去81拉过来 应该会得到负40 instead of正的40 所以这个我刚才看漏了 把正负符号弄错 OK 还有的这个呢 是两个圆呢 它先找它的圆形 两个圆的圆形 过后呢 它要找两圆的圆形距离 我们就用这两个圆 进行它的那个两点的距离 YX2-X1的平方 叫Y2-Y1的平方 算出来刚好是5 这个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比较 怎样讲呢 它圆形在1-1 然后呢 是这个直线呢 是跟它相切 换句话呢 我们要找半径的话呢 我们是用这个点 掏进去这个直线 所以这里放1 这里放-1 没有错 然后这里要注意 分母我们是拿它 细数的平方 换句话 它其实是加的 它一定是加的 因为即使是-12 我-12 整个负也要拿平方 所以都会是真的 所以分母 你不用理它 你基本上你就拿它的 那个数目取平方就对了 然后你都一定是真的 所以5个平方 加12的平方 开根号的话呢 是等于13 这是52 13是那个特别的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个我其实是背起来了的 所以26除以13 刚好是2 所以这里是2的平方 得到4 然后拉过来的话 就可以展开 因为后面的答案 全部是展开的 都是我们叫一般式 然后所以展开得到这个 所以基本上你只是在这个分母这边弄错了 OK 然后还有这个是Kelly做到一半的 我先drop一下 它的题目其实这一集就比较难了一些 所以它讲说一个圆经过这两个点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 它不可以用终点公式来找它的原型 因为它未必是在终点 因为这两个点可以是这样子错开 所以它用了 它先设原型是H跟K 所以H跟K跟A跟B是一样的距离来找出来 刚巧呢可以找到K 然后K是等于0 也换句话呢 它的原型呢会是H0 过后接下去呢 要做的话呢 就是这个H0到这个 X-2的这个直线呢 的距离就会是等于R 它的R在这里嘛 然后K已经找到了0 所以你可以K带进去 就会0加1的平方 就是1的平方 也就是说它的R呢 其实是H-1的完全平方 加1的平方 那如果你是讲这个点啊 原型H0带进去的话 就是H-2 除以1的平方 加0的平方的开根 刚好也是1 所以也就是它是这样子的H-2来的 绝对值 所以这题要怎样继续做呢 我就直接解给你们看了 两边取平方 这个呢 变成平方了之后呢 就会得到前平方 H平方 减两个前帧后 4H加后平方4 这个呢也展开 前平方减两个前帧后 再加后平方 然后再加这个1的平方 所以这个是可以去掉的 对吧 这个-4拉过去 正式-2呢 就会得到2H 这个就会得到2拉过去-2 4-2就会得到2 也就是H呢 就会得到1 OK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原型找到了了 它是10 所以找到了原型之后 我们 我们10带进去1-2 1-2是-1 负1的绝对值就会是1 所以也就是说 它的半径呢 会是1 它的原型会是10 所以你可以套进去了 是这样的 X-1的完全平方 加Y的平方 等于1的平方 再展开呢 就一项就会得到你的原的方程式了 这个是三如的题 也是比较难一点 他做到一半 其实也不是我帮忙的 OK 所以原型在这个直线上 你就必须要想说 我设这个直线的时候 我不要设HK 如果我设HK的话 我的这个方程 我的这个原型呢 就会有两个位置数 我可以怎样设呢 我可以设X等于3T 因为为什么是3T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3Y 也就是说最后呢 他会要除以3 刚好6已经是可以整除3的 所以呢 我们6拉过来 就是2X-6 除以3的话 如果我的X放3T 3可以越减了 就会得到2T-2 所以2T-2呢 跟这两个点呢 是一样的距离 因为原型到原上的任何点 都是同样距离 我就用这一个3T-6的平方 然后2T-2再加4 就是减减变加加4的完全平方 等于这个根号3T-1的完全平方 2T-2再减7的平方 所以你左边呢 左右呢 开平加平方就会去掉根号 然后呢 你再展开的话呢 就会得到9T平方 减两个前称后呢 3266636 错了 36 再加后平方 666636 也是6636 再加2T的平方呢 就得到4T平方 这个其实加起来是加2嘛 对不对 所以两个前称后 22428 所以这也是8T 再加2的平方是4 OK 这边也是一样呢 再展开呢 就得到前平方 减两个前称后呢 是6T 然后再加后平方是1 这一个呢 这个也是一样前平方是4T平方 减两个前称后呢 22449 因为是负2-7 负2-7是负9 所以是2244936T 再加后平方9981 OK 9T平方跟9T平方可以去掉 4T平方跟4T平方可以约掉 刚好这里的负3-6 这里也是负3-6 然后呢 这个呢 6可以拿过去 8加6就会等到14T 其余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两个加起来是40 这里两个加起来是82 82-40 82-40等于42 OK 大概是这样子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弄错 42除以14的话 刚好是3 应该啊 如果美丽的话应该就对了 所以我们再带回进来 我能原形呢 339对不对 339 326 6-2 6-2就会得到4 所以这个就是他原形了 所以半斤是多少呢 其实你又会要再掏回进去的 啊 掏回随便的左边右边的算数半径来 掏回那个原形的公式 原的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原的方程式 OK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答案有没有显示呢 没有 他只是直接给你那个原的方程式 所以你自己要算出来啦 OK 所以今天呢 你们回去做完这个 这个 这个总复习题 所以有问题的话呢 再问我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